聯邦政府宣布投放超過3億7900萬元 用淵安省長期護理服務 龐希倫報導 聯邦衛生部長杜克洛 聯同長者事務部長海拉 宣布聯邦政府淵安省省府 簽選安全長期護理基金SLTCF協議 安省將獲得超過3億7900萬元 用於改善省內長期護理服務 撥款屬於2020年聯邦秋季經濟報告中的一部份 將容於幫助晚留現任醫護人員 提供個人防護用具 加強長期護理中心防疫疾控及相關培訓 定期病毒檢測及疫苗接種等